来 我们掌声有请第一位 李美丰 女21岁山西人 天津商业大学产品设计专业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李美丰 来自天津商业大学 产品设计专业 我今年21岁 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 为了显得成熟一点 我把头发梳成了大人模样 但是呢 别看我今天穿着小裙子 但是我是一个女汉子哦 然后我比较对互联网设计感兴趣 所以我今天想要面试的 只为是视觉设计师 偏运营方向 她的眉毛很有故事 她刚刚上台的时候那个眉毛 你再来一下 那个眉毛对着前面 挑动一下 挑动一下 对对 赶紧面试 有故事的眉毛 听说你平时不这么穿的 就工作人员说你面试的时候 跟穿着跟今天不一样 面试的时候是穿着那欧美发那种 但今天穿的小公主类型了 对 为什么今天要这样对待我们 因为我怕吓到大家 怕吓到我 因为平常看起来很凶 然后穿的也比较暴露 暴露 你平时穿的比较暴露 你平时穿的比较暴露 放了个肚子怎么的 算了 还是别吓到我们吧 我们还是比较适合小新兴风 李美峰简历上写你还做过模特是吧 有一点这个爱好 就是空闲时间多的时候 会去干平面模特 怎么看上你的呀 找你做平面模特 我总觉得我风格跟别人不太一样 然后想尝试一下 就那种 欧美发 看不起别人 对 你来一个那个范儿 就是那个看不起别人 平时欧美发那个模特那个感觉 平常我就不说话 你这样 你走一下 一定要把平时的那种 鄙视一切的那种 林家瑜之上那种眼神拿出来好不好 女王风 对 就一定要让我们感觉到 自己很卑微 你知道吗 对 来 不够狠 因为我刚刚看到 各位姐姐太漂亮了 所以我就忍不住笑了 我让你看一个狠的 张萌 你来一个 就嫌弃全世界的那种 陀老师 我不是温柔拍的吗 你的温柔我们永远不懂 走吧 郁姐范儿 马上杀技就出来了 这是密宿逃脱吗 这是密宿逃脱吗 这眼神秒杀啊 哇 那个眼神一种的话 俯视苍生的感觉 拿着像 哎 刚才真的有蛮狠的 哎 刚才真的有蛮狠的 哎 她走到那头 我感觉一股寒气 对 避雷 表现出这种表情的时候 我就暗暗地在帮你配台词 你知道吗 嗯 买台词 凭什么 凭什么只有我四点起来 凭什么 凭什么只有我上厕所一分钟就完 啊 你们的日子都是怎么过的 凭什么 哎 陀老师 我真的有一个场景配合你 昨天下午 我一天上了一次洗手间 然后呢 一直在公司里面坐着 就有什么好骄傲的 然后我出外面 感觉到北京九月份的这种 太阳 我觉得哇 好幸福啊 然后迅速上完洗手间 然后立即回去工作 哇 你的幸福真简单 就是三十秒钟就有幸福 平时得脱脱 来来来 回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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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